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大受好评的嘉兴旧社布农族石板屋 这一两年吸引了不少的山友以及各级学校机关 一探丰富的历史记忆古道 而花莲献化局、国家公园等单位 也在前往石板屋的路上放置了解说牌 引领民众来探索布农族的故事和文化 但也呼吁山友能够珍惜不要破坏 大受好评的嘉兴旧社布农族石板屋 这一两年吸引不少山友 以及各级学校机关一探丰富历史记忆的古道 花莲献化局、国家公园等等 在前往石板屋的路上放置了解说牌 引领民众探索布农故事与文化 呼吁山友能够珍惜不要破坏 国家公园在南岸地区前面的瓦剌米 这个本来31公顷的一个土地 现在也有19公顷都是做有机耕种 那我们今年推了几个重要的活动 尤其这里是大部分是黑熊的故乡 所以我们推了几个活动 都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好评 那我们希望也希望以后就结合 这个生态文化跟在地的农业 然后能够让这个地区 变为我们一个东部的一个亮点 华丽县文化局在去年委托国立台东大学 办理新旧社布农族石板屋与文化生态导览 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超过30多人来参加 广受好评也希望能够持续进行 因为我想它这个不只是一个应景的物言而已 更重要它把布农族发生那种传统的智慧 实施再把它实验出来了 我想最重要就是这种落实传统实施的战线 这个就是我们在教育现场最重要的目的 因为这个场域非常适合教学 将布农的文化与历史结合融入在教学当中 带领孩童认识祖先的生活智慧 激发孩子对于自我文化的探寻与认同 在公部门委托单位和在地族人的共同努力之下 延续布农传统山林与生活的智慧 实践文化的附赠 去这关键上说是向蔡蓬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